当地华文媒体,前飞机独署,特别指法处照马西利诺说,死者演艺首,别名蓝迪,是机独卧底,曾为我们取得重大成就,有充分理由相信,他是遭到贩毒集团暗杀,8月18日,两名中国公民。 35岁的演艺首和30岁的吴怀宏接音,在菲律宾街头遭枪杀,菲律宾媒体报道着,两人很可能参与贩毒,死于组织或平或内部矛盾,中国公民在菲律宾街头被枪杀于事现场图,来源,每日问世者包带曾作为卧底探员的菲律宾前机独署,特别执法处长马西利诺对媒体表示,死者之一演艺首别名蓝迪, 是基督卧底,他说,莱迪以前曾为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,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他是遭到贩毒集团暗杀,不过,菲律宾警报尚未证实这一说法,菲律宾商报8月21日报道,菲律宾警察总监亚苗耶的表示, 警报认为这两名遭强杀中国公民社群参与大规模贩毒行动,强杀和西贩毒组织间的斗争,亚苗耶的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中说,那有可能是组织之间的毒品战,原来这两名中国公民社群参与大型的贩毒。 所以,我们正在调查毒品组织之间的争斗之可能性,此前有人猜测35岁的死者演一首戏是前飞机毒署,德沃底及翻译员演一首,那苗耶的对此没有证实,菲律宾商报还披露了两人被枪杀的细节,初步调查显示,受害,这走在街上时,其中一名嫌犯靠近他们并开枪,嫌犯正穿黑色外套, 但黑色头盔,得逞后迅速逃离18大街,据从电车站走下的目击者说,一名嫌犯下车,并向其中一名死者近距离开枪,警方在现场找到13个弹壳,吴环红又脸中枪当场死亡,演一首头部中枪,送一后不致身亡,菲律宾基毒署卧底,据报道,演一首2016年,在马尼拉市的一处秘密工厂内, 与菲律宾前基毒署,特别执法处长马西利诺一同被捕,当时,马西利诺自身总统,分有组织犯罪委员会的卧底探员, 也是威武装部队情报处置,摩西行动计划,的一名成员,菲律宾司法部,2017年5月,撤销了两人的案件, 马西利诺在20日表示,演一首别名兰迪,他在发送给菲律宾媒体的短信中说, 以前曾为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兰迪被枪杀,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他是遭到贩毒集团暗杀, 菲律宾商报报道,截图菲律令基毒署对此表示,此事将由调查员去调查, 菲律独署公共信息处长嘉良说,我们让警方去做这些,因为这是他们的调查工作,我们现在不评论, 另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,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长,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,正与菲律宾可使有关情况和人员身份。